王爷杨庄月师在雪地弹起 只为救出被困在房间里的妻子 珍珠听着琴声 感觉到是东郎在外面 激动得泪流满面 可安庆旭以为珍珠是被自己感动 于是趁机向珍珠表达 谁料却被珍珠无情拒绝 多次被珍珠拒绝 安庆旭已经没有了耐心 打算即刻就要得到珍珠 李初听到屋里的动静 急得不知所思 因为此刻他必须得忍住他 不然整个计划将全盘皆输 眼看安庆旭就要到手 随后李初趁安庆旭离开之时 终于见到了惊魂未定的珍珠 当即两人相拥而弃 诉说着彼此的思念和担忧 原来李初得知珍珠被困安宫之后 为了救出珍珠 便和洁白大哥莫言处 打扮成乐师的模样混进了安宫 经过他们的观察 发现安禄山身边的内侍 经常被安禄山虐待 而且已经充满了恨意 于是大哥夜访内侍 成功说服他暗中帮助李初 随后 李初利用糕点给珍珠传递消息 就两句诗 珍珠便明白了李初的意思 于是他以打发时间为由 向安庆旭讨要了一把琴 安庆旭以为珍珠想通了 非常开心 当即便承诺 只要你愿意 你不止可以走出这个屋子 这大好江山万千厘米 都是你的 可是珍珠却不领情 直接拒绝了他 安庆旭只能失落地离开 可珍珠却又用情声留下了安庆旭 故意用机通过和丫鬟聊天 透露自己想听当年才选时 宫中乐师做的曲子 目的就是想让李初来到自己身边 而珍珠的这番话 被躲在帘子后的安庆旭记载了心 为了讨好珍珠 安庆旭不仅买了珍珠最喜欢的罗汉豆 还安排了乐师弹奏他最想听的曲 他真是把毕生的温柔都留给了珍珠 遗憾的是无论他怎么努力 都走进不了珍珠的心 珍珠对他的冷漠 让安庆旭失去了耐心 这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感情不顺不说 眼看太子之位也要被人抢了去 安庆旭大发雷挺起了杀意 与此同时 内侍趁机将李初等人 带进了安庆山的寝殿 因为这里有一条通往外面的蜜头 紧接着 内侍又给安庆山喂下了 让人熟睡的汤药 片刻功夫便让安庆山有了睡意 服侍他睡下后 内侍便来到珍珠这里 打算把他带到李初身边 怎料半路遇到 刚处理完军务的安庆旭 内侍告诉他是陛下要见珍珠一面 老东西 终于忍不住了 说完便拉着珍珠 来到了安庆山的寝殿 他要珍珠亲自见证他要干的大事 安庆旭叫退了所有人 只留下珍珠一人 安庆旭要珍珠躲在莲幕后 他带着杀意之身上前 将父亲叫醒 质问他是否要立右帝为太子 脾气暴躁的安庆山 对着儿子大发雷霆 风魔的安庆旭却把剑刺向父亲 他这举动让内侍大快人心 却把珍珠惊呆了 安庆旭告诉珍珠 自己连亲身父亲都敢杀 这世上 再没有他安庆旭不敢做的事情 声称如今他就是燕国的皇帝 而珍珠必须是他的皇后 你怎么 我不认识 就在安庆旭激动的时候 早已埋伏在此的李初三人 突然出现 莫言绰和风声衣负责对付安庆旭 李初则带着珍珠打开密道 就这样 在安庆旭难以置信的眼神中 李初带着珍珠几人成功从历史逃离